林委員長 王主委好 這次整個組織改造 老委會改做勞動部 能夠把資訊局改為勞動力發展署 勞退監理會改成勞動基金運用局 外界對整個組織改造 有一些不同的評價 認為願景不夠 只是改了組織的名稱 卻沒有在體制上做一些改變 那本期想針對底下幾個問題 來跟組織來請教 第一個部分也就是 職訊局改成勞動力發展署 但是我們就了解 職訊局過去一直是被詬病的 也就是他的派遣人力比例過高 這個問題 那麼以目前職訊局 他的人力來講 整個外遣 等於說派遣外包的臨時人力占了74% 那職訊局整個局3622人正式編制只有935人 所以派遣人力比例非常的高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像以業務最繁重的外勞許可組 他的這個組總共219個人 但是正式編制才30多個人 其他都是外包的臨時人員派遣人力 所以主管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如何管理 底下如果出事情 那到底誰能夠負責 那另外在整個職訊局業務本來就很重 那整個組織改造之後 職訊局業務變得又更多 新增加了技能檢定 以及親服會移撥過來的青年就業輔導業務 但是我們發覺到在整個組織員和編制方面 增加的非常的有限 那請問主委 這樣的一個組織改造 到底現在的職訊局 那麼未來的這個勞動力發展署 在這樣的一個人力結構之下 你認為可以運作嗎 是不是整個編制的人力不足 能不能應付未來整個局勢的一個挑戰 公委報告 其實我們在組改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同仁都非常有理想 也非常有熱情 所以我們在組織願景 整個組織的架構的部分 其實是足以來挑戰未來的時代 不過我也承認委員剛剛所提到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我們在整個人力編制的部分 的確是有太多的其他的外包的人力 或者是派遣的人力 這部分的確是應該做一些改善 不過我們每次在跟人事行政局溝通的過程裡面 的確受限於我們在中央機關總緣額法在制定的時候 那麼大院有一個決議就是說 機關緣額未來要在五年內要降為16萬人的這種附帶決議 所以就變成是我們要請徵緣額的部分 是有某種程度的一些困難 那我們目前也正在努力爭取當中 確實這個有相當的困難 但是就光光清輔會 原來的 青年就會輔導業務 撥到勞動部之後 但是他的人員一撥過來的 好像相當的有限 那你覺得 如果照目前的草案 勞委會有辦法來應付未來新增的這些業務的挑戰嗎 各位報告就是說 如果說沒有辦法增加我們勞委會的人力編制 尤其是我們勞動力發展署的人力編制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為了要處理相關的業務給勞工朋友比較好的照顧 我們就得被迫要去大量的運用外包或者是派遣的人力 但是像職訊局 這個業務量這麼大 你沒有給他足夠的人力 然後政府帶頭運用派遣人力 我覺得這個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未來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有所改善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勞動力發展署底下有設跨國動力管理組 另外又設了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 其實這有些疊床駕屋嘛 他又如何來區別 是不是有去考量到乾脆兩個合併起來設立一個外國外國人工作管理局的 這樣是不是更事權同意 是跟我們報告我們目前的有關於成立一個組的部分基本管理組的部分做的是政策 譬如說我們的白領外勞的政策 然後我們的藍領外勞的政策要不要開放 然後合佈的比例是多少 那它基本上是一個政策性的 那各地的這個中心的部分 中心的部分基本上它做的是技術性的 技術性的合發許可的這一種技術性的工作 所以它基本上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 一個是政策一個是執行事務性的工作 那至於說要不要成立一個局 外國人事務中心一個局 那基本上的考量是 基本上我們現在目前對整個外勞業務的處理 在目前的機制下面其實運作上面算是順暢 並沒有產生什麼自在乃行的地方 那我們也不希望讓我們勞工朋友以為說 我們把它變成局然後就準備要大局 來引進我們的外籍勞工 或者外籍勞工的制度要做什麼樣的重大的變革 讓我們的勞工朋友擔心 當然我們是要就事論事 任何組織的改造我們希望它能夠事權統一 那外界可能如果這兩個合併起來 當然外界可能也會誤會說 未來恐怕要引進更多的外勞 但是我覺得外勞政策是需要去做一些檢討 也要考量到國內的一個就業的一個情況 但是基於組織改造 組織精簡事權統一 其實可以去考量到這兩個組 把它合併為一個外國人工作管理局 這應該可以去考量 以上是第一大點針對於職訊局未來的改造部分 那其次本期在這裡要針對於原來的勞動基金 原來的勞退金監理會要把它改做勞動基金運用局 這個部分以前我們立法院曾經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就是內容是勞退基金規模日益增長 監理會業務日益繁重 為順利業務的進行 所需編制原額應不得低於兩百人 但是目前離這個差距是非常的遠 那我們應該去考量到 未來改製作勞動基金運用局 這個部分要去吸收民間專業的這些人才來運作操作整體的政府的基金 我們應該要增加它整個的原額編制 不然這筆基金以目前為止大概有達到將近一兆兩千億左右 未來會擴大到兩兆 而且未來每年還會超過兩千五百億的速度成長 所以這個數額非常的龐大 要操作這個政府這個整體的一個基金 目前人員是不夠的 這個不知道那個主委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各位報告我們目前勞退大概有預算員 現在目前是70 禁用70 禁用70個人 禁用70個人 覺得夠嗎 所以的確我們我們勞退基金會的主委一直在跟我反映說 操作那麼龐大的基金負那麼大的責任 尤其在封控的部分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在人力編制上面我們也也也積極在跟人事行政局協調當中 除了這個人力以外 最主要就是說 同樣是操作政府基金 在金管會的部分 他的專業加級 跟我們目前的所謂的勞退基金監理會 未來的勞動基金運用局 他整個待遇差距非常的遠 同樣是操作政府的基金 那如何去能夠去吸引民間的專業人才 這個主委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是比較無能為力了 是的確是 那我跟委會報告就是說 在這次主改的過程裡面我們也期望就是說 委員能夠支持 讓我們勞退 成立勞動基金運用局之後 有關於在人員的禁用跟人員的待遇的部分 可以有一些彈性 然後可以比照 譬如說金管會這樣的有一個專業加級 不然平常心講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勞退基金監理會 如果有出缺的話 我們要去找到一些人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幫忙 真的是待遇都不如人而且差很多 所以以至於在人才的金融上面會造成一些困擾 這個部分我們會提出一個修正動議 因為目前比勞退基金監理會他人才招募非常的不容易 這個專業人才尤其他的待遇比較低 跟金管會這個部分沒有辦法比 所以他的人才的流動率非常的高 我們希望未來在這個部分能夠給予改善 那最後一點 也有其他的委員特別提到 關於職業安全衛生署 到底要不要成立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在整個組織改造 勞工安全衛生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這一次的組織改造過程裡面 我們發覺到 原來的勞工安全衛生署 勞工檢查處只是就地升格為私而已 那這個到底在改制一些什麼 只有改個名稱而已 那如果真正要視權統一 我們應該是比照其他先進國家 不管是美國、英國、加拿大 這些國家其實他們都把勞工安全衛生 整合成一個獨立的一個機構 其實不只是這些先進國家 目前在亞洲、新加坡、韓國 甚至中國大陸 太多這樣做了 那我們要宣誓 對於勞工安全衛生的重視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這個 勞工安全衛生署 勞工檢查處只是就地升格為私 真正來講應該去 除了這兩個處以外 再加上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三個把它合併起來 這樣的話可以讓研究規劃 預防、檢查、處分 能夠一條邊統一視權 那這樣才能夠展現 對於勞工安全衛生的一個重視 能夠有效來處理這方面的事情 不知道這個主委你的看法是如何 這個非常感謝委員的這個意見 就有關於我們的勞動檢查跟勞動 治療安全衛生室的部分 以及下面的勞動檢查所 是不是能夠整合發揮它的忠效 一條邊的一種處理模式 這個部分 就剛剛也有委員追尋過 就是受限於我們目前有70個 三級機關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目前大概還在溝通當中 那至於我們目前的職業安全衛生所 研究所 因為我們現在希望它變成是一個 不只職業安全的研究 還包括勞動政策 勞動的研究 所以包括勞動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就包括勞動的那一塊 我覺得對於台灣的勞動政策 我們相關的資料的收集整理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希望它變成勞委會將來的一個大腦 一個智庫 所以就有關於研究所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維持一個三級機構 就是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這樣的一種設置方式 那當然剛剛主委特別提到 因為要把它合併 接涉到整個行政組織裡面的規定 三級機構不能超過70個 我們從50個增加到70個 但是真正這個勞工安全衛生 我們應該要特別特別重視 那早上我也特別聽到 我們這個趙偉 潘趙偉有特別提到 其實這也沒有一定的 這個既然要做 任何制度可長可久 不能陰漏就減 該做的還是要做 即使超過70個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來支持 好 謝謝 我們先請侯彩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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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請侯彩鳳委員